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市长林佳龙与妻子廖宛如昨天参加反空污大游行后 今天在市政会议表示 随着社会关心中央重视空污污问题 他将邀及中部七县市首长开会 借由区域联合治理平台会整空污防治 亦鉴于主张并由他代表向中央发声 林佳龙指出空污造成市民的恐慌 市府感同身受找出对策 彻底解决市市府的责任 过去市府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这次游行得到蓝绿及各族群支持 随着社会关心中央也开始重视空污污问题 将修改空污法重新分配空污基金 拟定14N空气污染防治策略 此时正是中部七县市联合作战的时候 林佳龙说 他本身是中张头苗区域治理平台的发言人 江腰级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张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首长会整中部 七县市空污防治的一致意见及个别主张 并由他承担发言人角色向中央反映地方解决空污的各大政策 叛中央支持 他也指出去年520新政府上台之前 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理地方政府 当初是否孤军奋战 新政府上任后将与中央联手彻底解决空污污问题 而原本的执政党现在的在野党也开始关心 欢迎他们加入 林佳龙同时指出台中捷运绿线109年全线通车后 将成为减少空污的林丹庙 目前台中市大众运输人口约占一成 希望透过转成优惠NRB